明天国庆大典就要登场 国内主要政党主席都有收到邀请函 尽管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遭到羁押 但庆酬会主委韩国瑜依然送暖 保留了他的席位 而上周六的国庆晚会 其实也有邀请陈沛琪来参加 而周五朝野终于要吃和解饭 但在蓝营内部全出 端看明天赖总统的国庆文告内容 再考虑出不出席 两位帅哥 左边胖一点的帅哥是资政党的 王定宇 王委员 右边瘦一点的帅哥是国民党的 AI博士葛如君 立法院长韩国瑜接见外宾 笑谈自己 韩类总统个性上最大的差别 尤其总统府拜访我们赖清德总统 看到总统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但是各位议员来到我们立法院 容我提醒大家 来到我们立法院 心情可以非常非常轻松 韩院长不只有幽默形象 现在还被外界再多加一个立院暖男 因为时候就要登场的国庆大典 国内主要政党都有收到邀请函 尽管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仍在看守所无法到场 但身为庆酬会主委 韩院长还是主动送暖 替他保留席位 甚至早在5号的国庆晚会 就有特别邀请陈沛琪参加 只是对方认为不适合参加欢庆场合 因此婉拒 雪中送炭 邀请陈沛琪参加国庆晚会 韩院长忙完国庆 紧接着就是周五 因为总预算卡关坐东邀请朝野党团三长 以及行政院三长的和解范 但现在蓝营内部传出声音 端看赖总统的国庆文告内容 在决定制顿饭吃不吃的下去 看左院长态度 我是对和解范没有抱很大的期望 也没有想要来沟通的态度 甚至于说原住民进法补偿条例 是浪费公堂 那如果都讲出这种话来 那大家没有办法达到共识 我们期待一范敏恩仇 蓝营的立委个人的想法 目前并不会也没有影响到 和解范的安排 总预算暗暗潮也是破冰 或是又破局 很快就有答案 接到黎明州台北采访报道